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一脸上没有半分不悦 反而是挂着淡淡的笑意 同往常在众人面前的冷峻的表情大相径庭 陆绅看见她这个样子 如坠冰枯 生生止住了转身就走的冲动 将在原地 陆之字陆意出现的一瞬间 心里也有不好的预感 不过她比陆绅镇定多了 脸上适时地露出惊喜的表情 初生打断陆绅的话 叶儿 你回来了 身体怎么样 怎么坐着轮椅 哪里不舒服吗 陆一看见这样的二叔 若不是刚刚在外边听见了她添油加醋的话 差点就当真了 当下眼眸一闪 脸上的笑意更深了 彬彬有礼地说道 让二叔担心了 本来呢 我是在医院呢 这不听见 大家都挺关心我是不是还活着 若是不回来 岂不是就成了死人了 是不是啊 二叔 大哥 陆之身出去的手僵了僵 而陆绅完全不知道做何反应 不过 陆一也没为难他们 事已惊吓推着自己到了陆婷身边 爸 让您担心了 陆婷机不可查地松了口气 摇摇头 嘴角动了动 到底还是没说什么 只是拍了拍陆一的肩膀 人没事就好 说完 视线一到惊吓的身上 带了点审视 问道 一儿 这位 惊吓 感觉到陆婷的视线 身子绷紧 心里有些紧张 若眼前的人仅仅是陆家的家主 惊吓还不会那么紧张 不过他还是陆一的父亲 丑媳妇儿见公婆 惊吓也是头一遭 难免紧张 陆一感觉到惊吓的反应 伸手握住了惊吓放在轮椅上的手 看向陆婷 爸 这位是袁惊吓 我的女朋友 惊吓看向陆婷 像小学生似的 行了个礼 礼貌地说道 伯父好 陆婷心里做何想法 别人不知道 不过在惊吓 行礼的时候 眼里带了点笑意 脸色温和了一些 原家的小丫头 我与你师父共过世 一儿这么些天 麻烦你了 陆婷的态度温和 惊吓心里松了松 连连说道 不麻烦 伯父客气了 陆一看着两个人的交谈 脸上一直挂着淡淡的笑意 不过他们一家人在这里交谈 屋内的人此时从陆一没有出事的震惊中反应过来 看向他们几人的眼神有些诡异 最终有人按捺不住 冷声说道 家主 虽然二少回来了 但是继承人的事情 还是请家主慎重选择 不能因为二少是你的儿子就逊死 陆一抬头看去 眼睛眯了眯 认出了出生的人是谁 这人本是陆家的远亲 不过因为能力出众 被他父亲提拔上来 没想到也被二房收买了 陆一没出生 倒是陆深色缩了一下 陆一如今没死 他心里也怕 此时开始有些后悔 一边的陆枝动了动就想开口 陆一回来了 以陆婷户独自的本性 绝对不会让继承人的身份落在别人身上 他倒不如讨好陆婷 以图后效 谁知道陆一好像看穿了他的想法 直接开口赌回了他的话 陆家的大部分产业都在我父亲名下 他不留给自己的儿子 难不成留给你 陆一眼神锐利 看向站出来的人 谁想要陆家下一任家主的身份 站出来 我可以让给他 不过我自己家的东西可不会给别人 陆一轻飘飘的一句话 让所有蠢蠢欲动的人 收回了心思 陆一说得不错 陆家这么些年全靠着他们这一防支撑 若是没有陆婷 陆家哪里还有如今的辉煌 陆之眼里闪过一丝怨恨 不过很快垂下眼眸 将情绪压了下去 陆一勾了勾嘴角 脸上露出一点讽刺的表情 见人都消停了 这才向外挥挥手 说道 我不知道各位书败这次来是遵循本心 还是听了什么留言 只是不管如何 我还是希望能与各位书败一条心 让陆家更好 此话一出 屋内的众人面面相去 刚刚还剑拔弩张 如今这是不打算追究了 一时间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不过 有那直肠子的嘀咕了一句 说得倒是轻巧 如今与严家交恶 损失的还不是我们 你们倒是不痛不痒的 陆一看了一眼说话的人 收回视线 淡淡地说了句 与严家停止合作 是我多方面考虑的决定 父亲也同意 至于原因 现在还不到公开的时候 届时我自会给你们一个交代 原因什么 严家小姐都被你们得罪了 婚事都黄了 严家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对啊 大侄子 你就算不与严家合作 但是也没必要做得这么绝吧 听说严家老爷 因为宅小姐的事情十分恼怒 这可不是好征兆 众人三言两语提起了这个曾经的婚约 竟然一点不把惊吓放在眼里 也不顾陆生这个宅兰夜的正牌未婚夫 有一种让陆一继续联姻的打算 气得陆生浑身发抖 不过惊吓眉眼未动 好似什么也没听见一般 听了这话 陆一握住惊吓的手一紧 下意识地抬头看向站在自己身边人 见他没什么反应 心底一沉 这人到底生没生气 当下脸一沉 看着开口说话的几个人 既然你们这么巴结着严家 干脆改姓演好了 众人晋升 不明白陆一为什么这么生气 有人看见立在陆一身后的惊吓 恍然 陆一这是对严家的姑娘 认真的